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开的是2021新款的理想万 让我特别感触的一点就是 新款增加了慢冲口反向输出2200瓦交流电的功能 这个功能特别有意思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营地昨天用了三辆新款的理想万 来一起给整个营地供电 我们是从6-70%左右的电量 一直用一天多的时间 现在基本上每个车剩了20%多的电量 按照它的总电池容量换算下来的话 我们用了一天的时间 基本上每辆车用了15度的电池 三辆车加在一起 整个营地消耗了45度电 但是跟用普通汽油发电机 最大的不一样的是 在输出电的过程中 它并没有任何的声响 直接我们用的这个大电池里的电 这就简直太爽了 我们用这45度电就干嘛了呢 我们带了两个大冰箱 同时带了音箱 及所有的摄像设备的充电 包括无人机的充电 同时我们带了两个大电火锅 这两个大电火锅 我们可以给它开到大火 也就是1800瓦以上的功率 这个让我真的是很意外 因为一般来说 标称2200瓦的输出是理论值 可用的话大概在1500瓦到1600瓦 但是这次既然可以超过1800瓦以上的可用 这个可用的效率还是非常的高 同时在帐篷后面呢 我们搭了一个观影的区域 小朋友非常高兴的在这看电影 也是通过交流电来进行电量的输出 这个也是我这些年露营 第一次可以不限量的 特别爽的去用电 我们之前哪怕是用汽油发电机的话 也得相对low的一点 同时汽油发电机 也得拿线拉到好远好远的位置 才能不影响营地的声音 否则的话发电机还是非常吵的 但是这次没有声音 就在这用45度的电 真的太爽了 OK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车 其他的有意思的地方 第二个让我觉得不错的功能 就是很多人说 理想万它主推六座车型 第二排的座椅是相对独立的座椅 没法往前放倒 跟后备箱形成一个纯平的睡觉空间 但是它也可以放平来睡觉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它的理想万马上在两周左右的时间 会给它的第一排跟第二排放平之后 再出一个异形的气垫 这个异形气垫 会把直接里面的哐哐哗哗都填平 会形成一个纯平的睡觉空间 你看看现在的副驾驶的小贤 在这里面就在正睡觉 没化妆 我们就不拍那么细了 副驾驶因为它的距离比较长 是可以睡一个成年人的 主驾驶因为这边是个方向盘 基本上就睡一个小朋友 或者是相对来说 身材比较小致一点的女孩 就比较合适 所以这个车其实是可以 完整的睡一个人的 你睡的怎么样 特别舒服 主要是外面太吵了 车里没事 外面太吵 车里 然后同时这个车 它在睡觉的时候 因为它有电池 所以我们还可以不限量的 去开空调在这里面睡觉 它在开空调的过程中 是自动的去切外循环的内循环 大家不用担心了 这就挺爽的 对 我睡的不是主驾驶 我睡的是别的车 OK 我们现在上车 带你看看其他的一些特性 这B05是我自己的车 好多人都没醒 我拿我自己车跟你聊 走 上车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详细的聊过 2021新款的理想版 相对于老款的变化点 大家在我的主页里面 按照屏幕这个关键词 就能搜到这一集 所以这次我们就主要讲一下 我在这次长途的自驾过程中的 比较感触的几个点 前面已经介绍了 两个点 继续看车内 首先就这个座椅 相对于之前确实是要软了 海绵能感觉到形成 尤其是坐垫及靠背的位置 是很明显的 这个非常的舒服 外加上按摩的功能 在前两排的四个座 都有按摩的功能 开长途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比较累 需要换一些玩法的时候 你启动按摩的功能 包括有的时候 你稍微有一点点困 一旦按摩功能开始启动的话 这些屁股跟腿 传来按摩的感觉的时候 反而能抵消一些困境 所以这个四座的按摩功能 当你的车已经有了 最通风加热机翼之后 这是第四个 开始可以选装的更高阶的配置 还是挺有意思的 方向盘这个环 确实比之前要粗了一点点 同时它确实 整个的面更加的均匀了 之前为什么不太好 做成特别的均匀 是因为这方向盘里面有两层东西 第一层是握力传感器 用于你在辅助驾驶的工程中 它也得侦测你手在 它不仅仅是个扭矩的传感器 你手去用力的握这个方向盘的时候 还是能感觉到你的手的 这是两层传感器 第二它会外圈再包裹一圈方向盘加热 所以握力传感器加上方向盘加热 这两套东西容易让皮质并不均匀 这次改变了工艺 确实更均匀了 档次感更好一点 那新款的多功能按键 变成这种上下推 包括这边去滚 跟之前的操控方式有所区别 但是之前那个类似于小米的 四个方向键加中间确认的方式 我对老款车手用的也挺习惯 这个我现在还没有用习惯 这没有好坏之分 第三排会比老款 腿部加长了大概三到四厘米 它一定程度内的压缩了一点后备枪的空间 但这次我们长途的试驾过程中 基本上只做三到四个人 是没有机会做进第三排的 所以没有长途的体验 OK 那我们来开着聊聊 先谈戈壁滩上的这个行驶感觉 那开之前先讲一下我的车辆设置 因为在这样的戈壁滩 设置的差别导致着车辆的行驶舒适性 还是变化的很大的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设置是这样的 你看驾驶偏好里面 动力肯定调成最好运动模式 能量的回收呢 我直接调成舒适 就是更长的滑行距离 更少的动能回收 那我车里面做了比较多的人 到时候这个一收油就动能回收了 车里面人就比较容易吐了 再往下看 转向的我一般就设置为舒适 也就是轻盈的模式 非常重点的 悬架一定要调成舒适 调成标准的话 就相对来说比较硬一点 适合运动的模式 舒适的话 走戈壁滩 包括日常的过程中 相对来说比较软一点的悬架 一定要调舒适 很多人说这个舒适的悬架 车身在过过过坎的时候 有点多晃着一下 晃晃悠悠的感觉 但是开惯了大车的人 你会发现说 这种稍微晃一点的感觉 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OK 那么现在就可以去戈壁滩上开一下了 好 我们来聊行驶了 因为这次呢 我们在戈壁上开的比较多 外加上这个车 很多人都已经聊了公路形式的部分了 所以我就不再聊公路了 只要聊一下这个戈壁的 搓板路的形式感觉 这个车的行走硬件 主要变化在后桥 它从之前的分体结构 现在变成了电机电控跟减速机 三合一在一体了 省了很多的空间 同时功率涨了5000瓦 等于是后面145千瓦的电机 前面是100千瓦 合并功率在245千瓦左右 因为它的体积变小了 所以说油箱从之前的45升 变成了55升 那哪怕是这个车在电池 比较低电量的情况下 它用纯油跑的话 至少能跑600到650公里 是至少的 所以这个续航还是挺多的 很多人说 哎呀你一个电车 靠增加油箱来增加续航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喷的 因为这个车玩的 就是用汽油来发电 来驱动电机 所以人家油箱涨了 续航涨了 这是一个标准玩法 对吧 又不是一个充电车 关键在下一款 给你加上个汽油机 用一个续航 哈哈哈哈 在这种戈壁的搓板路上 悬架一定要调到舒适 前面已经说了 在这个情况下 理想这个车就更像是一个大车 开起来那种晃晃悠悠的 悬架吸收了大部分的振动 还是挺舒服的一个车 但是你要调到了标准的模式 它的悬架硬了之后 在这儿你会感觉到 那就并不是非常舒服了 那我们这次并没有给它换AT胎 最核心的是因为 我们进的这里面 有很多的软沙子 会存在着一些现车的情况 如果换了AT胎的话 它刨沙子能力更好 稍微一给油 只有坐在沙子里面了 我们用这个标准的原厂轮胎刨 虽然增加了扎石头爆胎的能力 但是这种软沙子 现车的可能会更小了一些 我们真多了一下 还是选择了通过软沙子 比较好的原厂轮胎 那如果是扎开的话 我们就换开就好 电动车的动力 其实是非常适合 跑戈壁这些地方的 因为前段的动力非常大 很多的软沙子 你等着发动机转速上来之后 带上劲了 可能你因为前面动力比较弱 就过不了软沙子这个环节了 而它这一脚电门下去的话 动力输出会比较爽 所以一下就出去了 很明显 这个车在进软沙子地的时候 它比反应比较慢的路巡的这些4.0 包括是4.6 5.7的这些传统油车 在沙漠上都更加游人有余 并且那些车都换了AT台 这个车是原厂的轮胎 它更适合于这种沙地的去跑 那这一趟还是经常给我邮寄服务的 本地地街老张来做服务的 它有好多的路律巡航件 包括一个坦渡 它开完这个车之后 就一直在算经济的账 因为他们这种跑长途车队的 这样的公司 它其实赚的就是一个油费 它给我算了一笔账 基本上这一趟 它的路巡跟坦渡跟理想万 都是每天早上加油 然后跑到晚上的时候 基本上跑五六百公里 油也已经干了 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路巡加满整箱油 是需要接近于900块钱 而理想万加95号的油 加满整箱的话 大概就是300到350块钱 所以他们算账的情况下 基本上如果他们的车 都换用成为理想万的话 每天每辆车能省500块钱的油钱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包括他们的生意结构也变化了 因为国家把很多的重型的 越野穿越的地方都设为了禁区 他们并不能进行一个穿越了 带着客户 所以他们更多的是一些公路 带着客户去观景 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些杀地的 简单的小穿越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拿理想万这样的 并不是硬派的越野车 也能应付80%到90%的活 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 然后一直在拉着我问说 这个车 他们如果把几辆路地巡航舰出了 换成理想万 这样的话 他们跑车队怎么算账 一直在拉着我聊这个问题 OK 这次的小体验就这样 它是我这次在戈壁的越野 包括长途的公路自驾过程中的 一个小感受 整体来说 这些变化点 对于日常的市场来说 还是挺有益的 并且通过这次的自驾 我能感受到 理想万是一个特别适合 长途自驾的车 因为确实经济性会很爽 外加上加油这个特性 让它在享受的电驱动这些的 比较快捷 比较便利的过程中 还可以通过比较方便的古能方式 让它能持续的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电体验 这是挺不容易的 最后呢 就是这个反向输出电的功能 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路运过程中 大规模的 不限量的 并且没有任何的汽油发电机 那种吵闹的环境下 去用电 真的是非常的爽 OK 欢迎看每次试车 喜欢记得分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